第3761章 神尊六重 两人的举动 彻底激怒了周围那些人 两位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地交出不死神药 不然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就在刚才 又有一名半黄敬抵达此处 加上之前两人 场中已经有三名半黄敬 三大半黄敬联合一起 绝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很大的把握 镇压古清烟 抢夺不死神药 至于柳无邪 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无视 柳无邪再强 不过小小神尊五重敬 翻不起大浪 真是呱躁 既然如此 那便全部杀了吧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惊人的杀意 这些人自寻死路 那就怨不得自己了 柳师兄 真要杀光他们吗 古清烟虽然杀法果断 让他出手斩杀这么多人 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你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放你离开吗 柳无邪反问道 之前不杀他们 是借助他们拖延异族的脚步 如今古清烟已经完成突破 自然没有必要了 谁敢阻拦自己 通通杀无赦 人族如此 一族更是如此 柳无邪一番话问住了古清烟 正如柳无邪所说的那样 他们不出手 这些人就会放他离开吗 你们嘀咕完了没有 见柳无邪跟古清烟一直嘀嘀咕咕 三明半黄静已经按捺不住了 说完将柳无邪跟古清烟三人团团围住 其他神王竟站在外围 伺机而动 你能在多长时间内解决掉他们三个 柳无邪无心恋战 只想速战速决 等即杀他们后 还要找安全之地吞服不死神药 三席即可 古清烟探出三根手指头 这次他们之间的对话 没有隐瞒周围那些修士 哈哈哈哈 三明半黄静听到古清烟这番话 发出肆无忌惮的大小声 我没听错吧 他竟妄想三席内解决我们 真以为他是神黄静吗 后赶来的那名修士笑得前仰后合 你说对了 我就是神黄静 古清烟说完 一股狂暴的神皇之事席卷天地 正在狂笑的三人顿时戛然而止 仿佛被人硬生生地掐断了声音 包括脸上的表情 刚才还是大笑 一点点变成了惊恐 你 你是神黄静 三人慌了 身体犹如筛康一样 不停地战斗 至于外围那些神黄静 更是吓得面色惨白 直接跪倒在地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死 古清烟没有说话 手中长剑鞋踢出去 骇然的剑气 将周围空间包括所有人全部蒸发掉 比他说的三席还要快了一席 在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再也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柳无邪即初吞天神顶 将所有精气全部吸收 除了空间需要一段时间修复 没留下任何线索 我们走吧 做好之后 柳无邪带着古清烟朝远处掠去 两人离开没多久 又有几道人隐略向此处 看着塌陷的空间 赶来的几名修士表情凝重 好恐怖的天地塌陷 难道是神黄静出手了 其中一名修士开口道 气息已经被抹除 除了天地法则断裂 再无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几人搜寻了一番后 只能无奈离开 柳无邪带着古清烟穿梭几条巨型山脉 找到一处洞府 替我护法 柳无邪说完 一头钻入洞府之中 古清烟跟之前一样 坐在洞府入口 打起十二分精神 进入洞府后 柳无邪盘膝坐下 拿出一枚不死神药 大块朵移 很快将一株完整的不死神药吞服下去 不死神药进入体内的那一刻 神魔酒便迅速运转起来 四只百还犹如贪婪的蝉虫 正在疯狂吸收不死神药中的能量 连忙运转太荒吞天觉跟神魔酒便 双管齐下 不仅要突破修为 还要修炼肉身 完整版的神魔酒便 修炼到极致 可化身神魔之躯 以目前修为 距离那一步 还要不可及 吞天神顶肆无忌惮地吞噬天地中的圣宝器 不停地导入太荒世界 不死神药开始修复柳无邪体内的经脉 将一些影集全部修复 上次根锁杀之战 让他五脏六腑受损 虽然后来修复了 但一些影集并未得到根除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寿命正在无限增长 淡淡的污垢 顺着柳无邪的毛孔溢出 不死神药不仅能改造肉身 还能洗髓髮毛 让肉身变得更加纯粹 柳无邪整个人沉醉其中 任由不死神要改造自己的身体 周身骨骼重新得到了淬炼 散发出璀璨光泽 气血之力越加充盈 已经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纵然是那些半黄境 也望尘莫及 境界节节攀升 已经抵达神尊五重巅峰 距离神尊六重只有一步之遥 不死神要严格来说 并非什么提升修为的宝药 他最大的妙用 是改善肉身 让其达到圆满程度 肉身圆满了 修为自然而然跟着提升 突破 柳无邪一声立鹤 神尊六重大门被他强行撞开 无精的神尊法则从天而降 冲向太荒世界 正在沉睡的太阴幽营 受到不死神药的影响 竟然提前苏醒过来 睁开双毛的那一刻 一股惊涛骇浪般的气息冲向太荒世界深处 连沉睡的混沌志虫都冒了出来 柳无邪意识一直关注着身体的变化 看到太阴幽营醒来 嘴角情不自禁上扬 之前担心二号不是异族的对手 才让古清烟吞服不死神药 如今太阴幽营苏醒 自己又多了一门手段 就算遇到五名异族 也不足为虑了 近战自己有宝光酸泥树跟打神鞭 远战有二号跟太阴幽营 从这一刻开始 柳无邪才真正拥有 笑傲天下的资本 古清烟回头看了一眼洞府 美眸中流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柳师兄只是突破到神尊六重 闹出的动静堪比突破到半黄境了 就在刚才 洞府深处 溢出一股极其狂暴的力量 纵然是他 都感觉到一丝心悸 这股力量一部分来自柳无邪 一部分来自太阴幽营 不死神药还在改造柳无邪的身躯 神魔九变越来越强 至于达到什么程度 柳无邪也不清楚 只有等实战的时候才能知晓了 没有吞服不死神药之前 柳无邪最多能化身万丈之躯 真正的神魔九变 可化身百万丈 真正的坐到头顶住天 脚踏大地 柳无邪并非真正的神魔族 很难修炼到那种程度 但修炼到几十万丈 还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这段时间 柳无邪一边稳固修为 一边参悟神魔九变 剩余时间修炼宝光酸泥树 宝树修炼速度极其缓慢 他现在也不过刚入门而已 连大程度算不上 三天时间一晃即过 柳无邪终于完成了突破 这期间有意拨不开眼地 闯入此地 结果被古青烟以雷霆手段斩杀 睁开双眸 收敛自身气息 柳无邪从仆团上站起来 男男说道 过去三天了 不知道现在外面如何 刚踏出洞府 古青烟迅速迎了上来 恭喜柳师兄 突破到神尊六众 不知道为何 看到柳师兄突破 比自己突破到神皇还要开心 只要跟在柳师兄后面 肯定还能获得更多好处 这段时间可发生什么事情 柳无邪点了点头 朝古青烟问道 昨日有几人闯入此地 被我斩杀 从他们记忆中得知 就在两天前 有一名修士在秘境中 获得某个前辈传承 如今正在闭关 有很大的希望冲击到神皇境 古青烟将知道的消息 全部说出来 听到秘境中还有上古传承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异样之色 虽然他现在实力强悍 太荒吞天绝晋升到宝树层次 但攻击法门除了宝光酸泥树之外 其他依旧是玉神术 随着自己修为越来越高 玉神术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尤其是以后对战神皇 仅靠玉神术远远不够 如果能获得宝树级别剑法 那自己的战斗力 又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混沌战斧术是什么级别柳无邪也不清楚 反正很强 他目前能施展第二招 想要将混沌战斧术彻底修炼出来 最好找到适合的斧子 他如今使用的还是常见 虽然也能将混沌战斧术施展出来 但总感觉差强人意 缺点什么东西 斧类兵器极其稀少 柳无邪出道至今 遇到用斧子战斗的修饰不超过一只手 主要是斧类的仙术根玉神术太少了 既然没有这方面的术法 自然就没有人去修炼 所以柳无邪很少施展混沌战斧术术 不是他不够强大 而是无法将其修炼到圆满境 柳师兄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古青烟已经为柳无邪马首是瞻 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一切听从柳师兄安排 继续深入秘境 闭关这几天 他借助天道神术感应过四周 没有察觉到不死神药的气息 如果柳师兄没有地方可去 我可以推荐一个区域 古青烟突然开口道 什么地方 柳无邪好奇地问道 我也说不清楚 从那几人记忆中 他们发现一处险地 里面十分危险 几人进去查看过 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东西 莫名其妙死了一人 剩下这些人仓皇逃窜 这才闯入此地被我斩杀 具体情况要等去了才知晓 古青烟只是随口一说 至于接下来如何安排 还是要听从柳师兄的 第3762章神秘观果 听完古青烟的描述 那处险地里面 确实藏着什么东西 至于有没有宝物 暂且还不得而知 我们去看看 陈吟了一下 柳无邪决定去看看 如果没有宝物 再去其他地方也不迟 那处险地距离此地倒不是很远 全力赶路大半天便能抵达 按照那几人记忆中的路线 半日之后 两人终于抵达那处险地 还未靠近 一股浓郁的死气扑面而来 浩强的死气 难道此处是绝地 古青烟绣眉为促 是他提出要来这里的 要是遭遇什么危险 他以后没脸再见柳师兄了 柳无邪没说话 记出鬼谋 朝远处死地望去 死地覆盖方圆几百里 四面环山 只有一处入口 如此格局 满足死地一切要求 柳无邪抬头朝死地上空看去 一团黑气盘踞在死地上空 当意识接触黑气的那一刻 一股极强的死气从里面渗透而出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汇聚龙如此多的死气 柳无邪眉于紧锁 暗暗说道 死地中间区域他并不知道有什么 神势刚一进入 就被死气搅碎 无法抵达深处 柳无邪掌握死亡之谋 倒不是很担心 这些死气对他威胁不大 柳师兄 要不我们就散了吧 这里看起来太耸人了 古青烟这时候小声说道 顶级神王进去 都很难活着出来 他担心里面隐藏着什么巨大危机 柳无邪导是想要离开 刚踏足此地 死亡之眼正在疯狂吸收里面的死气 吸收的死气越多 死亡之眼越强 真正的死亡之谋 可主宰生死 如今的死亡之谋距离全盛时期 还相差甚远 你留在外面 我进去看看 柳无邪说完 朝死地走去 让古青烟留在外面 不行 要是你有危险 我们相互还能有个照应 古青烟说完 迅速跟上 不能让柳无邪一个人以身犯血 既然古青烟执意要跟上 柳无邪也没强求 此刻他心里也没底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每走一步 两人都是小心翼翼 越往里走 浓郁的死气欲要将他们淹没 柳无邪寄出始祖树 大量的枝条将两人包裹起来 冲过来的死气 被始祖树释放出的生机之力抵消在外 加上两人都吞服了不死神药 这些死气很难对他们构成威胁 走了约莫半盏茶 前方出现一具尸体 这应该就是那几人的同伴了 看着地面上还没风干的尸体 柳无邪小声说道 说完 柳无邪上前摸索了一番 将尸体上的除物戒指收起来 这才继续往前走 古青烟翻了翻白眼 没想到柳师兄连死人的东西都不放过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柳无邪要养整个天道会 任何资源都不会放过 古青烟从小在神水宗得到重点培养 根本不会为资源发愁 很难理解柳无邪的处境 往前又走了几十丈 死亡之气已经凝聚成了死亡法则 不停地冲击两人身体 欲要将其摧毁 始祖术释放出的生机之力 猛地弹射出去 让周围那些死气自动避开 死亡之谋 去 柳无邪轻贺一声 死亡之谋离开你玩弓 漂浮在死地上空 顿时间 死地上空出现一座巨大漩涡 大量的死亡之气 被死亡之谋吞噬进去 古青烟小嘴违章 一脸的不敢置信 没想到柳师兄身上 还有如此恐怖的神谋 八大神谋有强有弱 除了命运神谋外 当属死亡神谋最可怕了 死地上空的死亡之气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死亡神谋正在不断蜕变 柳无邪目光四处打亮 死地阴气森森 这里常言不见阳光 导致这里的气温 要比外面低许多 古青烟身体微微发抖 倒不是怕冷 而是阴气入体 让人很不舒服 随着死期的减少 死地内部景象 逐渐呈现在两人面前 视线不再受阻 可以一览无欲将整个死地经收眼底 那是什么 古青烟目光落在死地中间区域 竟然摆放着一尊巨大的棺果 不只是古青烟看到了 柳无邪也注意到了 所有的死气 就是从这尊棺果里面释放出来 好大的棺果 要比正常棺果大两倍之多 柳无邪神师落在棺果身上 一探究竟 发现棺果密不透风 神师根本无法渗透进去 任由死亡之谋 吸收天地中的死亡法则 柳无邪带着古青烟 一步步朝棺果走去 你就站在这里 我过去看看 抵达棺果时障开外 柳无邪让古青烟留在原地 天地中的死亡法则 被死亡神谋吸收了大半 很难对古青烟形成威胁 那你小心 古青烟点了点头 手持长剑 一旦柳师兄遭遇危险 他会毫不犹豫出手 柳无邪每走一步 都会停顿一会 走了约莫一炷香 这才抵达棺果处 没有着急打开 而是围着棺果走了一圈 希望从棺果上面 能发现一些玄机 棺磨了半天 棺果上面除了雕刻一些纹路外 什么线索也没有 一号 你来打开棺果 柳无邪寄出一号 让他打开棺果 这样棺果中有什么机关 也威胁不到自己 神魁肉身强横 刀剑难伤 一般的机关 伤害不到他 一号收到命令 当即走到棺果面前 双手拖住棺果上面的盖子 呵 一号陡然用力 棺果盖子竟然纹丝不动 仿佛焊在了一起 柳无邪皱了皱眉 打不开棺果 就无法解开这里的秘密 连续尝试好几次 棺果盖子丝毫没有移动的痕迹 利用阴阳尺 看看能否撬开一道缝隙 柳无邪说完 寄出一柄阴阳尺 一号接过阴阳尺后 狠狠扎入棺果连接的缝隙处 阴阳尺也不知道 是什么材料锻造而成 竟然真的插了进去 在棺果上面 硬生生撕开一道缝隙 呵 一号再次用力 这次借助阴阳尺 终于让沉疾的棺果 出现了一丝松动 卡卡卡 棺果盖子一点点朝一侧挪去 起初的时候一号十分小心 当棺果盖子打开的那一刻 柳无邪让一号迅速后退 一号退到远处 并没有什么机关从棺果里面射出来 确定没有危险后 柳无邪让一号继续挪开棺果盖子 一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棺果盖子挪开半尺左右 可以勉强看到棺果中的一切了 就在柳无邪准备上前的时候 漂浮在空中的死亡之谋 终于吸收足够的死亡法则 so 死亡之谋迅速回到尼丸弓 啊 柳无邪发出一声惨叫 突然返回的死亡神谋 渗透出无惊的死亡之气 让柳无邪寿命不断减少 并非死亡之谋有意为之 主要是死亡法则太强横了 只要柳无邪抵住了死亡法则的侵蚀 他对死亡法则的领悟将会更加深刻 柳师兄 你没事吧 见到柳师兄一脸痛苦地坐在地面上 古清烟焦急万分 说完就要背着柳无邪朝外面退去 不要靠近我 你退后三丈 柳无邪知道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死亡神谋吸收太多的死气跟死亡法则 重返尼丸弓 本体一时半刻无法适应如此强大的死亡法则 需要他重新练化 幸好柳无邪及时提醒 古清烟要是贸然上前 这些死亡法则会瞬间侵入他的身体 夺取他的寿命 听到柳师兄这样说 古清烟只好乖乖地后退三丈 静静地守在一旁 至于远处的棺果 连看都没看一眼 跟柳师兄性命相比 任何宝物都不值一提 时间一点点流逝 柳无邪感觉自己的寿命消失速度减缓了许多 没有刚才那么严重 他的肉身 早已不死不灭 死亡法则无法剥夺他的寿命 但对他的肉身 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这段时间 柳无邪全力参悟死亡法则 一晃两日过去 柳无邪干瘪的肉身 焕发出浓郁的生机 证明他逐渐掌控死亡法则 接下来是炼化死亡法则 将来可以借助死亡法则战斗 尼婉宫中的死亡之谋 如今凌驾于其他几大神谋之上 死亡神谋紧闭着眼睛 同样在恢复自己的修为 这期间又有一群人抵达这处死地 刚踏入境来 就被无精的死气逼出去 不敢踏入死地深处 要是知道柳无邪在死地闭关 估计这些人纵然是拼了性命 也会闯进来 柳师兄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第四天的时候 古青烟脸上担忧之色越来越浓 虽然柳无邪体内诞生了生机 但死亡法则依旧将它牢牢缠绕 不能破解死亡牢笼 将永远被困其中 第六日的时候 柳无邪脸色逐渐红润 强横的生机 正在逐渐回归 回到尼婉宫中的死亡神谋 将吸收进来的死亡法则全部炼化 一股澎湃的死亡之力席卷天地 退到远处的古青烟意识到强烈危机 迅速往后退了好几步 幸好始祖树枝条还在 替它守住了肉身 没有遭到太强的冲击 稍微修复一下 肉身就能恢复正常 呼 一口浊气从柳无邪嘴里呼出来 周身气息鼓荡 炼化了死亡法则 让它修为精纯了不少 尤其是太荒世界 天道法则更加完善